NCC这几年的角色也一直在自我扭曲 我们常在A 说媒体变成服务业 在服务特定的财团跟政党 NCC变成在服务这些媒体的背后的 一个更大的服务业 所以他一开始 人民对他的所谓这个机构的原始的期待 早就不见了 所以未来的NCC 我会比较主张 就是说进去担任NCC委员 别的党我不知道 如果以民众党的话 刚才有朋友提到 我会希望说民众党派的是一个 具有高度政治性格的人 敢进去冲撞的 那曲烟熙呢 这个人选的他们自己去判断 我不认为说要找一个什么新闻系的专家 在那边 因为新闻其实没有专家 去说那就是没有 那个地方 里面是闻不到烟消的一个战场 在里面你要怎么去合纵连横 然后甚至引导在NCC 这个体制之外的民间的媒体改革的力量 形成一个内外的夹子 因为媒体如果没有正常的发展 未来的政治就不会正常的发展 这是今年选举 我自己写在我的小笔记本里面的第三条 因为媒体的持续的资源被垄断 被扭曲 被收买 被贱卖 被变向去变成服务业的话 政治永远堕落 这个战场很重要 如果民众党真的可以有一个人进去的话 请派有政治性格的人进去 不是在那边唱高调 我们媒体什么禁用权 什么无知之目 讲那个没有用 你去就跟他的兵斗 每天在后面 你里面开完出来就开记者会 刚才开会 内外交接 我们的主委又讲了什么荒唐话 当中打成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这讲讲好像 不是他很粗鲁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就要这样干